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林厄姆的代表作 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 听到这个书名啊 估计勾起了不少朋友上学时的惨痛回忆 每天一大早到教室就要背骨文听写单词 上了一天课到晚自习还要做作业 小测验密密麻麻的公式 真叫人头云眼花 门门功课都有背不完的知识点 解不完的应用题 或许你当时内心很抗拒 觉得枯燥无聊的体海战术毫无意义 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 还让人无暇思考 比如说学历史 是不是光记住了一堆人名地名和事件 却不知道历史对现实究竟有什么意义 又或者做物理化学实验 只是照着课本上的操作一步步进行 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在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所谓的差声后进声 他们上课打瞌睡 下课抄作业 考试不及格 老师和家长对此都很头疼 为什么孩子就是不爱学习呢 实际上 这也不能全怪学生 要知道 学习是一项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要用到事实判断 逻辑推理 和想象等等一系列思考方式 虽然人天生就有好奇心 但我们的大脑如非必要 会尽可能地避免思考 那么 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学习的效果呢 在这本书里 维林奥姆就从大脑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他结合认知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 给我们介绍了大脑运作的过程和特点 纠正了很多人对认知的偏见 不仅如此 他还给我们提供了给大脑减负 增强记忆力的思考方式 帮我们提升脑力 让学习事半功倍 这些原理不仅适用于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 也适合所有想要提升记忆和思考能力的人 相信听完本期节目 大家至少会明白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脑不擅长思考 第二 怎样才能理解复杂的抽象概念 第三 专家和初学者的思考方式 有什么不同 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 人有两个宝 双手和大脑 双手会做工 大脑会思考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 在生物界独领风骚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在于 我们有一颗会思考的大脑 实际上思考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 相信很多人都体验过 解除一道数学题的成就感 或者是想出一个好主意的激动心情 这是因为 我们每次解决一个难题 大脑就会分泌一些多巴胺 这种化学物质能带来愉悦感 刺激我们继续思考 那么人脑具体是如何思考的呢 这个过程需要用到两种记忆 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 所谓长期记忆 就是存储在我们大脑里面的知识库 比如一天有24个小时 三角形的两边之河大于第三边等等 长期记忆里的信息一般不会自动浮现 只有要用到相关信息的时候 才会被调动出来 而工作记忆 是我们目前在思考的内容 比如正在分析的数据 正在制定的计划 它还可能包括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周边环境里的信息 比如桌上咖啡散发的香味 窗外汽车的喇叭声等等 不过关靠工作记忆 我们是没法有效思考的 必须结合以往经验 利用长期记忆里的知识进行补充 像这样把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 重新组合 最终得出答案的一系列过程 就是思考 不过虽然思考能让人快乐 但我们的大脑其实并不善于思考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跟思考的三个特点有关 首先思考的速度比较慢 比如说当你走进一片花园 要问你里面有什么 你可能意识答不上来 但你的感官系统 早就捕捉到了各种信息 你看到了绿色的草地 闻到了甜美的花香 还听到了清脆的鸟叫 要通过思考把这些东西描述出来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思考的第二个特点是 它比较费力 大家应该也有过类似的体验 在看电视或者听音乐的同时 可以做做家务或者吃点东西 但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们往往需要尊心置之 全神贯注 假如你正在解一道数学难题 身边有人在吵着闹闹的 思维很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即便我们努力又耐心的思考 最后也不一定能想出答案 甚至会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答案 就像很多科学家 煞费苦心的做实验 还是会经历很多次失败一样 这就是思考的第三个特点 结果不可靠 正是由于思考缓慢 费力而且靠不住 我们的大脑呢 往往更喜欢依赖直觉和记忆 而不是去思考 比如开车回家在哪转弯 怎么做一盘美味的西红柿炒鸡蛋 面对大部分的决策呢 我们不会停下来想新办法 而是首先会在记忆里面搜索 尽量寻找能用的经验和捷径 这样做不仅省时省力 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也很有效 另外大脑的思考空间很有限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电脑或者手机的内存 这个容量是固定的 假如工作记忆中的信息太多 一时处理不过来 就会严重影响思考效率 导致大脑卡机 相反 如果能把更多的信息 存储在长期记忆中 需要的时候再调出来 就不会耗费太多大脑的内存 比如刚开始学车的时候 总是手忙脚乱 不是忘了看后视镜 就是忘了换挡 但对于有经验的老司机来说 这些动作早就刻在长期记忆里 成了一种本能 所以他们开车能毫不费力 轻松应对各种状况 所以说大多数时候 我们的大脑并不是用来思考的 为了给大脑减负 我们应该尽可能 把知识转化为长期记忆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咱们接着往下听 增加长期记忆的第一步 就是了解背景知识 很多人可能觉得 现在想知道什么东西 上网一查就行了 还用得着刻苦学习知识吗 再说了 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性思考之类的技能 不都比知识更有用吗 但俗话说得好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无论是批判性思考 还是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都要建立在大量知识的基础上 如果本身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 有弹劾对这些信息 进行组合和创新呢 所以在本书作者来看 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在进行缜密思考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大量的事实 掌握背景知识 具体来说 这样做有下面几方面的好处 首先 背景知识能帮我们节省思考空间 大家已经知道啊 大脑的思考空间是有限的 信息堆积太多呢 就会影响思维运转 如果掌握了一定的背景知识 我们就能合并相关的信息 给大脑腾出更多的思考空间 举个例子吧 对于擅长做饭的人来说呢 无论拿到什么食材都能力所地 做出一顿可口饭菜 但对于不怎么下厨的人来说 看着一大堆东西 只会觉得无从下手 这是因为呢 不会做菜的人看到的是 一个个单独的蔬菜 肉和调料 而会做菜的人呢 看到的是不同的搭配 甚至完整的菜谱 丰富的烹饪知识呢 让他可以快速地合并食材 省掉了思考做菜步骤的过程 这样一来呢 就能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 比如如何根据对方的喜好 调整口味 其次背景知识能提供词汇 促进理解 大家先来听这样一段 棒球比赛的描述 阿什伯恩给游击手沃兹 打了个地滚球 沃兹将球扔给了二垒手达克 达克上垒 迫使从一垒跑出来的克雷明 出局 他接着把球扔给一垒球手安德森 阿什伯恩没能上垒 是不是停的一头雾水呢 不过懂棒球的人 稍加思索就会知道 这说的是双杀 他是棒球比赛中 一种漂亮的防守 但假如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 我们可能还得先查一查 什么是地滚球和二垒手 最后呢 懂得知识越多 学习的收获也越大 所谓一通百通 我们的知识积累越多 就越容易理解其他事物 比如会一种乐器的人 比什么都不会的 更容易学另一种乐器 学过烘焙的人呢 更可能快速掌握制作蛋糕的新要点 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 想获取知识很容易 渠道也很广泛 比如看书 看纪录片 上网络课程等等 但问题又来了 知识学得快 忘得更快 好不容易记住的东西 没过几天 忘光了 更别提拿来用了 那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 增强长期记忆力 要说记忆这个东西啊 它有点韧性 不是我们想记就能记住的 光有主动意愿 和大量的重复还不够 不信大家回想一下 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 古诗词和数学公式 现在是不是都忘光了 相反 平时没有刻意去记的小事 却能让我们印象深刻 比如有一次在自习课上讲话 被站在后门的班主任 当着全班的面点名 再比如参加了好朋友的求婚仪式 感人的场面 让人毕生难忘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本书的作者认为 因为这些记忆呢 触动了我们内心的情感 比如愧疚 恐惧和感动 而有了情感的记忆 往往会更加深刻 所以说 把记忆和情感联系起来 有助于加深记忆 除此之外 书中还介绍了 另外两种强化记忆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 是思考事物的准确意义 要知道 记忆是思考的残留物 经过我们的认真思考的内容 在工作记忆里停留的时间 更长 也就更有可能转化为 长期记忆 在这里啊 我们来介绍一种 有效的思考方式 叫做故事结构法 也就是像讲故事一样 去记忆一件事 它的重点在于4C原则 分别代表四个 以C开头的英文单词 翻译过来呢 就是英国关系 冲突 多样性 多样性 和角色 就拿珍珠港事件来说吧 大家上中学那会儿呢 可能是这样背的 事件 日本偷袭珍珠港 事件 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 地点 美国夏威夷 意义 这件事标志着太平洋战争 拉开了序幕 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达到了最大化规模 如果用故事结构呢 这个事件可以这么来记 首先呢 确定一个主角 在这场战争中啊 日本是最主要的角色 因为他有推动 事情发展的目标 那就是实现地区统治 不过 就跟其他很多故事一样 主角实现目标的过程 肯定不是一帆风顺 会有很多障碍 矛盾和冲突 日本遇到的冲突呢 就是缺乏自然资源 和兵力不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日本只能在太平洋地区 扫荡欧洲的殖民地 一旦成功 不仅能获得必要的物资 还能提高国际地位 可是这个目标又带来了 另一个冲突 那就是太平洋上的 另一个主要势力 美国 所以为了解除威胁 日本放弃直接攻击殖民地 而是选择突袭美国海军基地 于是就爆发了珍珠港世界 你看 利用角色 因果关系 冲突和多样性 这四个因素串联起来相关知识 能让我们从多角度 思考事物的意义 从而加深记忆 当然了 对于那些很难发掘出意义的知识 像是这个元素周期表的 前20位元素之类的机械记忆 我们可以用一些小技巧 比如谐音法 联想法等等 除了思考意义以外 第二种强化记忆的方法 就是深层理解 尤其是对一些复杂的 抽象的概念 往往必须理解透了 才有可能记住 那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可以用 已知的具体事物 来理解陌生的抽象概念 比如说大家在中学物理课上 都学过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就是说的是 在同一电路中 通过某段导体的电流 跟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跟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单单这么说 可能觉得有点懵 但如果用水流来类比 就很容易理解了 想象一下 一节水管连着水泵 水泵施加的压力越大 水流速度就越大 但管道内壁 有摩擦和堵塞带来的阻力 阻力越大 水流速度就越小 所以综合来看 水流大小取决于水压和水管阻力 同样的道理 电流大小取决于电压和电阻 联系具体和已知的视力 可以帮我们理解抽象概念 但要想发现某个问题的深层结构 我们还要学会抛开表面信息 就拿戏剧创作来说吧 在著名希腊悲剧 《俄迪普斯王》当中 有人预言俄迪普斯会杀死自己的父亲 并娶母亲为妻 为了保护父母 俄迪普斯选择离家 结果反而引发了更大的悲剧 而在罗密欧与朱利叶当中 罗密欧以为朱利叶死了 而伤心自尽 朱利叶醒来发现 罗密欧死在身旁 他由于过度悲伤 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表面上看 这两个故事似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但是抛开具体情节来分析 就会发现 故事的主角都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却因为遗漏了重要信息 而导致了跟自己期望中相反的结果 这就是戏剧化的反反 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有门道的深层知识 往往很隐蔽 只有不被表面信息所限制 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透彻 并记住一门知识 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而要达到专家级的水平 练习 必不可少 读书那会儿啊 估计很多人最讨厌的 就是没完没了的做题 你可能觉得 这种题海战术有什么用啊 但在本书作者看来 还真有用 因为练习 是提升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 学习就是一个认知升级的过程 经过一定的训练 每个人都有可能从菜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认知能力就会实现质的飞跃 由于知识储备丰厚 看问题准确深入 能在大量信息当中筛选出最关键的内容 直击问题本质 并且联系相似的案例 迁移或者创新知识 最终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再加上对这种思考过程非常熟练 所以不会占用太多大脑的空间 所谓熟能生巧 大量的练习可以帮我们掌握和提升技能 更好的理解和运用知识 但大家都知道 练习的过程往往重复又枯燥 容易让人厌烦 那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本书的作者给我们了两条建议 第一 分散练习时间 人的注意力和意志力是有限的 如果长时间做一件事 我们很容易失去耐心 练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研究也表明 分散练习比集中练习效果更好 跟一个平时不学习考试前 通宵熬夜临时抱佛脚的学生相比 每天坚持学习的学生 吸收的知识更多 记得也更牢固 所以说 我们不能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 而是应该分散时间 每天有计划地完成一定量的练习 通过减少每次练习的时间 不仅能有效减轻头脑的负担 还能提升整体的练习效果 第二点 变换练习环境 也就是在更高阶的环境中 学习基本技能 比如 要学英语单词 不必整天照着单词书一个个背 而是可以通过看原生电影 听英文歌和读英文原著 来积累词汇量 利用不同的练习环境 设计有倡议的练习方法 可以有效增加练习过程中的趣味性 让练习更有效 虽然大量重复的基础练习 可以让我们熟悉和提高技能 不过要想持续精进 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刻意练习 具体怎么做呢 本书的作者也给了我们三点建议 首先 要有继续提高的意识 大家都知道 练习的过程不容易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所以很多人在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就松懈了下来 技能水平止步不前 比如说 一个人在刚当老师的头五年里 随着经验积累 教学水平显著提高 但再往后就趋于平稳 一个教龄20年的老师 跟一个教龄10年的老师相比 水平可能相差无几 因此 想要成为顶级专家 首先要摆正心态 保持不断突破和挑战自我的意识 另外 除了朝着最直接的目标努力以外 我们也要注意在一些 非目标任务上下功夫 比如说 篮球运动员不只是天天直打篮球 还要练习负重 锻炼心肺功能 提升耐受力等等 再比如 象棋选手不仅仅要会练下棋 还花很多时间研究开局 分析其他人下过的棋局 通过这些辅助练习 我们的能力会发展得更全面 基础就会更扎实 最后 在练习过程中 要让内行人提供及时的专业的反馈 好比说 作者从编辑那里得到评价 运动员从教练那里得到指导 毕竟我们很难对自己 做出完全客观的评价 有了专业人士及时点拨 通过比较和反思 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的练习和提高 俗话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想要在一个领域达到专家的水平 练习是绝对不能少的 那具体要多久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万小时定律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 需要经过十年的刻意练习 而且在达到专家级别之后呢 也不能懈怠 要继续练习才能保持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 真的需要这么久吗 你看啊 在学校的时候 学渣跟学霸的学习效率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还有各种各样的神童天赋异禀 小小年纪就能达到普通人 一辈子多望尘莫及的境界 但其实 所谓的天才也是用时间砸出来的 只不过 他们的才能显露得更早 受到了关注 也就更早的获得了尝试和训练的机会 实际上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 只不过各不相同罢了 因此 要想有效发掘培养 就必须因才使教 都说 人各有千秋 对于天赋来说 人与人之间也是不同的 这种差异呢 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是认知风格的差异 所谓认知风格呢 就是偏好的思考方式 比如说有人更关注细节 有人更着眼大局 有人鲁莽形式 有人慢条思理 有人想的具体 有人喜欢抽象 认知风格没有好坏之分了 只是代表着不同的思考习惯 从认知风格出发呢 我们可以引申出另一条理论 那就是每个人在接收新信息的时候呢 偏好使用的感官不同 比如有人喜欢看视频和图片来学习 有人则喜欢用听音频的节目的方式来吸收知识 还有人喜欢通过亲身实践去体会 视觉听觉和运动这三种知觉呢 我们往往会同时使用 但总有一个特别擅长 所以在学习新事物的时候呢 我们不妨优先采用自己擅长的认知方式 并结合使用另外两种知觉 从而从多方面刺激大脑 增强记忆力 同时增加新鲜感 提升注意力 除了认知风格不同 每个人的智能也存在差异 像是有些孩子数学学了就很轻松 有些呢 则对音乐很敏感 还有的呢 特别擅长运动 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呢 曾经提出过一个多元智能理论 认为人类主要有八种智能 分别是语言智能 逻辑数理智能 空间智能 运动智能 音乐智能 人际交往智能 内省智能 和自然观察智能 在这些智能当中呢 每个人可能都有那么一两个突出的方面 同时呢 也会有比较薄弱的部分 但是跟认知风格一样 智能呢 也没有优劣之分 更重要的是 智能是有提升空间的 也许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 一个人的智商或者能力多半是天生的 可是研究发现 遗传因素的影响最多只占到一半 而另一半主要受环境影响 比如更好的营养 更好的家庭环境 更好的学校教育等等 所以说智能是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产物 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会对我们学习过程当中的心态 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相信智能可以通过努力而提升 就会不断学习 不断练习 寻求进步 相反呢 如果认定智能与生俱来 无法改变 那我们就会自暴自弃 放弃努力 或者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努力 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自己先天不足 对于家长和老师来说呢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也要注重这种成长式的思维 表扬孩子的努力而不是能力 在夸他们的时候可以说 你真用功 而不是你真聪明 这样一来就能帮他们树立起 对智能发展的正确认知 让他们更愿意通过努力来提升自己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需要我们长期的坚持和努力 这个过程虽然辛苦 但也能给我们带来思考的乐趣 和进步的成就感 通过这期节目 相信大家都对大脑的运作原理 和方式有了更深的理解 希望我们都能学以致用 更合理的利用大脑 从而提升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取得更大的收获 好了 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 这本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关于这个话题 你有什么想说的 别忘了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